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正式宣布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 全球穆斯林同声谴责 首相兼巫统主席拿多斯林纳吉 今天引领巫统全体中央代表表达强烈反对 副首相兼巫统副主席拿多斯林安莫扎西也表示 巫统明天将参与伊斯兰党在美国大使馆前 举行的抗议集会向巴勒斯坦表达支持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也同声谴责美国的决定 印尼总统佐科威认为这将动摇全球安全与稳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认为 美国践踏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耶路撒冷问题所做的决议 他更是不明白特朗普为何要这么做 埃尔多安表示 由于这件事不仅关系到穆斯林更涉及所有人 因此他会继续与特朗普通电话 也会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廷在内的多国领袖会谈 商讨此事 MTV7综合报道